我是万万没有想到 把土豆放入锅中蒸一蒸 出锅以后竟然会这么好吃 首先我们准备两个新鲜的土豆 我们在选择土豆的时候 尽量选择这种黄心的土豆 一个是它的营养方面来说 黄心土豆淀粉含量会更高一些 而淀粉的主要作用就是防止营养成分的流失 或者是被破坏 从口感上来说 黄心土豆的淀粉含量比较高嘛 所以口感也会更加绵软一些 并且吃起来有点沙沙的感觉 我们刚买回家的土豆 通常都会沾有一些泥沙 多洗两遍洗干净之后 把外皮削下来 再找一把擦丝器把它擦成细丝 如果大锅好的朋友 也可以用刀来切 最关键的是千万不要把手伤到了 前两天我就因为是擦这个胡萝卜丝 还有土豆丝 一不小心手也进去了 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呀 把土豆全部擦成细以后 往里边倒入大量的清水 用手抓一抓 把土豆表面的淀粉给它彻底的清洗一遍 清洗干净 就和我们平时炒土豆丝一样 这样吃起来才会更加的脆爽 我们也可以把它放在流动水下 多冲洗两遍 直到把水变得清澈为止 烙出来控干水分 先把它放在大碗中 再准备一个案板 把土豆全部倒上来 找一块厨房纸巾或者是棉布 把土豆丝表面的水分彻底的擦干净 如果时间紧的话 我们可以准备一个吹风机来吹一下 或者是电风扇 切记 这里的水分一定要把它擦干哟 不能沾有一点水 擦干以后把它放回盆中 如果发现哪里有水分 再给它擦拭一下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些 像这种小麦淀粉 也就是凳面 像那种大型超市啊 还有网上都可以买到 这个小麦淀粉 我们一定要少量多次的添加 先加入两小勺 再给它抓一抓 如果还是感觉淀粉太少的话 再加入一些 让每一根土豆丝均匀地沾上一层小麦淀粉 我们来看一看 像视频中这个状态就可以了 准备一个蒸锅 提前烧半锅开水 放上一个壁子 铺上一层棉布 或者是硅胶蒸垫 反正是不粘就可以了 把裹满淀粉的土豆丝放进来 尽量地把它铺散开 薄薄地铺上一层 这里一定要开水上锅 大火蒸个五六分钟左右 趁这个时间 咱们准备两颗大蒜 先给它切成薄片 大蒜是咱们厨房中经常用到的一种调味品 如果想要做一碗鲜美的调料汁 大蒜是必不可少的 把它剁成蒜泥 也可以用一个捣蒜罐 把它捣成蒜泥 剁好以后给它装入小碗中 再倒入一点白芝麻 这个芝麻是熟的 再往上面泼上热油 激发出大蒜和芝麻的香味 用热油泼一下 不仅香味更浓郁 就是家里的小宝宝吃起来 也没有那么大的辛辣味 再加上一点生抽酱油 用来调味 一点蚝油增鲜 再加入半勺白砂糖 这个白砂糖呢 也可以给菜品提鲜味 再加入适量盐增加底味 再少给它来一点鸡精 最后加入小木香油 搅拌均匀 这个万能料汁就调好了 喜欢吃辣的朋友们 也可以往里边加入一点烙焦油 那样吃起来香辣过瘾 会更加的下饭 好了 时间到了 咱们的土豆丝呢 也蒸好了 打开锅盖 稍微给它晾一下 再用筷子 给它抖散开 像这样根根分明 不会粘连在一起 就行了 接着把它倒回大盆中 把里面的热气呢 稍微给它散一下 用筷子轻轻地给它搅一搅 帮助热气挥发 像这个蒸土豆丝呢 如果太热了 吃起来口感也不好 只有料凉了之后 吃起来才会更加的劲道 再把咱们调好的 这个万能料汁倒进来 再次给它们搅拌均匀 现在已经满屋飘香了 土豆丝的清香 还有浓浓的蒜香味 扑鼻而来 我们也可以加入一点小葱 来点缀一下 既增味又增色 好了 像这样一道非常美味的 蒸土豆丝就做好了 土豆这样做 吃起来口感劲道弹牙 蒜香味浓郁 非常的好吃 入味又下饭 关键是种出来的 少油少盐又健康 上桌以后 全家老小都喜欢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做法 就收藏起来 做给您的家人吃吧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视频的朋友们 别忘了收藏点赞 加个关注哦 感谢大家的支持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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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